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 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曾Bc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法官員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浪費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砌抗疫,拼經濟,反網步 好,今節就講一下蔡英文的事 蔡英文的論文門現在都未有任何 當然他們覺得已經告一段落 但是貌似未告一段落,這也挺好笑 這個吹哨人彭文正 他又有些新的言論出來 其實蔡英文的論文事件 居然他的畢業學校,倫敦大學發了聲明 就是確實在1984年 蔡英文是取得博士學位的 不過這個吹哨人彭文正 也是在咬論文門 不放的 他就質疑了 這篇聲明除了沒有儲名單位註記時間之外 他還說 他上面寫得很奇妙 你知不知道怎樣寫呢 如果這段話,根據彭先生說 如果放上英國行政法庭 倫敦大學是輸得很困難的 他就質疑 你真是好笑 即是說這個倫敦大學 既然論文是沒有 即是沒有你所說的影印本 這樣蔡英文是怎樣得到博士學位的 這個不是一個完整的過程嗎 論文如何遺失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論文在哪裏 真的沒有 當然他之後都可以補上去 所以看到這個蔡英文畢業的學校 貌似為他轉了幾夜 另外針對倫敦大學發出聲明 彭文正就說 剛才也說過沒有儲名 是哪個單位發出的 甚至時間也沒有寫 一篇聲明 怎會連這些基本資訊都沒有 再者 聲明同時也提出 蔡英文的論文 先前已經有兩位考官確認 以及檢核 但是論文最後交給誰 完全不提 另外 有件事都挺過癮的 蔡英文曾經對案聲稱 口試委員會有三個人 而蔡英文的委任律師 連元龍在2020年的訴訟案 就是提到蔡英文口中 總共有三個人 第三位口試委員會的身份背景 是權威的反傾銷法律律師兼學者 Richard Dao Dr.Richard Dao 所以 彭文正懷疑 但是很搞笑 你們有時有兩個人 有時有三個人 連口試委員會的人數 以及身份等等的說法 都對不上號 蔡英文也問 蔡英文 你和倫敦大學溝通 可否再好一點 即是說他們用一個 台灣人經常說他喬字 你喬好了嗎 即是背後談好了 談好了沒有 即是說他 你打龍通也聰明一點 對吧 所以令到他相當相當地不知道怎樣 蔡英文正就認為 一間頂級的學校 全世界起碼都排到 前二十的學校 因為現在排名我不知道 但怎樣衰法他也是前二十的 實力這麼強 用了兩年時間 為何經常變來變去呢 用了兩年時間 還搞不清楚 一本論文究竟放在哪裏呢 你要記住 他們這些學校 百年的論文都找得出來 百年的文章都找得出來 並且 你這樣 弄得論文又說不見了 等會又說找得回 你們好像對不上號 因為英國行政法庭 先前就說 蔡英文這本論文 是根本沒有進入倫敦大學的圖書館的 但是倫敦大學就嘴硬 總之他有啦 我們不知道影印搬去了哪裏 也不知道是怎樣 但是總之有就有 總之我們就給了學位給他 我是這樣看 畫他 因為你知道 這些是超級敏感的政治事件 台灣地區 關乎台海 他應該都是 就算怎樣都會說是有的 都有這個學位 不單止這樣 彭文正呢 更加說 倫敦大學 如果將這個 叫做聲明 這個為他發的聲明 為蔡英文 這個學位背書的聲明 拿出來呢 拿到英國法庭 就肯定會輸的 因為 倫敦大學 不可能 不知道論文 一個遞交的標準程序 沒錯 是的 現在很多東西都要強行拿出來說 是的 他真的有啦 有就有啦 不要說太多了 如果連根本 都搞不清 口試委員會 有沒有 撿回論文這些事情 你都 好像都 不清不楚 是的 不清不楚 因為 每一次彭文正拿出戰據出來 他就會拆回 即是會找些對策 其實 蔡英文就不會 完成離校手續和博士學位 因為 如果 搞不清楚口試委員會有沒有 交回論文的話 真的 你整個過程 難道你 自己的事情還沒有妥當 即是論文 全部過程還沒有搞好 你就敢 說自己畢業 或者自己就離校 所以呢 根本是有巨大的智商矛盾的 當然啦 現在這位彭文正先生 就是2021年11月19日 因為涉嫌爆料 即是做一個吹哨人 說蔡英文的論文 涉嫌造假 而被檢方 加以 誹謗和公然侮辱罪起訴 但是呢 在台北地院審理過程當中 因爲他制留美國 就 未回到台灣地區 台北地方法院就認爲 彭先生有逃亡的事實 所以呢 就依據 台灣地區的法律法規 他現在是通緝犯來的 是台灣的通緝犯來的 但是呢 他本人就 在直播強調自己 不是不出庭 是法官不讓他申請用視頻出庭的 嗯 是的 這個也是的 那麼 也有人說 喂 那他是不是 藍營的人來的 那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了 那麼他呢 其實呢 在2012年到2014年 民進黨在蘇貞昌和蔡英文 先後擔任黨主席期間 就呢 透過他們的 科仲 科仲 總召集人 柯建明 不過這個也很出名 都是 說歪理也挺厲害的 哈哈 就極度勸說 他曾經 是 民進黨看上了他 就勸 彭文正就代表民進黨 參選 新竹市市長 但是 彭先生 就拒絕 因為他也是有才華 所以 科仲 柯建明 一直都不省心 甚至透過交情 特地去找彭先生 就說 喂 參選吧 你可以的 不過都是無功而反的 所以你看到 他呢 是沒有什麼顏色的 因為之前 他也有人說他綠色 但是現在 真是綠色的人 這樣就不會 這樣大力地去 對蔡英文 是吧 哈哈哈 不過 有些人總是要 走出來 7th 大家記得 之前有位叫王浩宇 王浩宇 即是被人 罷免了 是的 你記得了 他是 跑出來7th 他都在面書上 他就支持蔡英文 他在面書上說 一張由 倫敦大學發出的聲明 並且 就 問彭先生 你爬勾 即是說他 你搞事搞夠了嗎 倫敦大學剛剛發了聲明 為小英背書 證實少英在1984年 拿到博士學位 其實說真的 很簡單的事情為什麼搞那麼久呢 這個論文們 我覺得 你怎樣都是有個學位 因為倫敦大學說有 你無論當時的過程 他說有就真的給你的 但就顯得你 好像 那些月苗月黑 很多事情都不是 公開透明乾乾淨淨 你們經常說 我們台灣地區跟對岸不同的 我們是個民主社會 公開透明的 不像對岸那麼多貪腐那麼多醜聞 現在這些就是醜聞 是不是 不過沒有想到 這個黃浩宇 他一說這些的時候 彭先生自己 就真的 上他的Facebook 正面回擊他 哈哈哈哈 他就留言說 我們有次節目也說過了 為什麼不順便說一下 小英當時怎麼說 1.5個博士學位 這個真是好笑 我們也說過 1.5個博士學位 有1.5個博士學位 一是一一是二 是吧 他這個也不是重點 你論文編號是怎樣的 這個大家都知道 如果大家 不要說是 博士 你的畢業論文 就算是 從這個 Bachelor Degree 就是從本科開始 你也是論文編號 他沒有說 以及最早原始 進入他們所說的 這個圖書館的日期 沒有說 哈哈 又 為什麼當初沒有 建圖書目錄檔 因為其實論文都是當了一本書 沒有 都沒有說 之後 為什麼當初公佈 1.5個學位這件事情 居然 1984年的時教 沒有轟動全世界 1.4個學位 說來聽聽 究竟是什麼 1.5個學位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差不多了 兩個都不存在的 兩個都不存在 你說吧 那麼 即使有了這張倫敦大學 所謂的背書的 聲明 即是他的畢業學校 所謂的證明 彭文正依然是針對論文編號 還有 四點 就是 一 論文編號 因為他肯定會有的 如果大家 讀過正式的大學 就算是 學士畢業也有 這些肯定有 還有 就是 這個 館廠日期 沒有 還是不敢公佈 還有 你一說 人注意 就是 你平常 希望如果可以拍照 candidate 還有 建黨目錄 因為講明論文 全部都是建黨 建立這個檔案 免 출 還有1.5個學位 公衆全球 當時 如果當時那麼大件事 沒有人說 1.5個學位 講來聽聽 是什麼 又真的 還好 笑 那麼 這個王浩宇也繼續 水滴 因為這些陸形人士 是information 他说,好了,快点回来吧 没有了,谢谢老师关心 真的关心老师 你快点回来 有些人说 王浩宇也说,我看不懂你讲什么,我不知道你讲什么 多谢老师关心,你快点回来吧 那真是隔空在这 叫做火拼 王浩宇当然了 没想到他仍然对鹿营如此忠心 仍然对鹿营如此忠心 其实他之前是鹿营外围的政党 不过后来 以前他是鹿党的 后来就加入了民主进步党 他们是民进党,当然了 是需要 互主的 我们理解的,是需要互主的 那他的封工伪迹是什么呢 就是被人罢免 就是被人罢免 那说回来 他就是2021年 1月16日 就是 就是 这个 罢免选举 举行之后 这个投票举行之后 这个罢免案就获得 84582张票 同意罢免 选举人数也超过了门栏 有25.8% 同月22日 当然 台湾地区就公布 罢免票数的结果 他 除即被依法 解除 桃园市民以代表的职务 他都挺厉害的 成为台湾地区 历史上首位被罢免的 这个直轻市的民意代表 直轻市印号 那说回他们这些人 这些绿形好假笑 不要罢免 这样搞好惨 台湾好撕裂 撕你当时搞韩国鱼 真是 喂 双重标准 所以我们说 这个黄和绿都差不多 那种双重标准的可怕程度 就是这样 如果是马英九的博士论文 有这样的事情出现 你真是 戴麦祸 说句老实话 当然 彭文正当年也有 罵过马英九 所以 你们这些人 所以为什么 绿营人士 不可以说他 投共 那些 这些 罵来罵去都是 这些 称号 是 对了 因为他 以前是帮民主进步党 做事 是帮民进党 做事 所以 他 他 都算是没什么颜色 之后 他当时 就 影射这个 马英九 可能是 彩虹人来的 哈哈 哈 是啊 是啊 所以 当时 在 台湾 都很大风波 现在更加大事 做了通緝犯 小英做了通緝犯 哈哈哈 那其实 这位阿哥 都很棒的 都是做过 台大 台大就是台湾最好的大学 做过台大 新闻研究所所长 就是 学历各方面 和社会经验 都是有 一定的 而且为什么不可以说他是 是南营的人 即是台湾南营 因为他是 做过这个 民事新闻台的主持人 这个是新鹿的 还有 还有当时的 一仔 台湾一仔 台湾一电视的主持人 嗯 不过他也是做过T台 即TVBS的 新闻部顾问 两边都有做过 所以你说不了他 当然他自己的学历都相当亮丽 除了台大 的学士之外 他也是 美国 威斯汉星州大学 的 碩士 之后 也是这家学校的 博士 噢 伦敏拿到出来了吧 他当然拿到 他自己也说过 他当然拿到了 他当然拿到了 那么 那么 我就觉得 这个 黄浩宇 也是 不知事 因为这个黄浩宇 比较多争议 有时 那些 陆营人士 都是 难听点说 都是没办法 因为自己的人 只可以 硬挺 因为他说话 比较 暖差地说 暖差地说 他更好似 在 18年的时候 18年的时候 他所在地方中历 一对姓游的舞女 就在高雄参加 当时 参加 市长候选人 韩国瑜的 造势大会 王浩宇服务署 在没有经人 当事人的 同意之下 就擅自 将人家的照片 就公开在 有四十几万人的 一个专业里面 是中业人 引来 社区部分人员 当然是网报 没有这对游胜妇女 因为 因为你知道 他的 粉丝都是深绿的 就说 韩国瑜 的东西你都去 你是不是人来的 当时 2018年 11月 19日 而且他自己是一个 民意代表 利用公权力去搞 这些事情 是吧 他 就 服务署 王浩宇服务署 他就向 华 几惨 就向他 叫他 你可不可以 山敏 而且 跪下 哭求他 王浩宇就说 没有 我 不是我搞的 是我的 口窄窄 是我的 小编搞的 不关我的事 所以他说他不会道歉 但是是你的 名义 你不肯道歉 并且 这些选举操作 但是人家真真正正的 被人家霸凌 被人家欺凌 一个几小时 王浩宇和 帖文的管理员都拒绝道歉 后来直播 最多是山上 2019年王浩宇 就在面书表示 游小姐 好搞笑 游小姐是害他 差一点落選 说是他们这些人害他 就是 bring the victims 只需要你 我公开你 搞到 人家说我 说我 说我 搞到你被人家网报 所以人家就骂我 你不要说嘛 你应该忍吧 这个也不是人来的 说真的 这个也不是人来的 之后 当然 这个游女士是真人来的 不是网络游魂 就由 这位 桃园的另外一位 民意代表 尖江川 就带游女士 去王浩宇 表示要求道歉 助理说 他不在 那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所以这个人 是很7 他真的很7 他 就是 连民进党的人 都觉得他太过7 就是 太过 主队友 所以很多人都 见到他就走远一点 你明白吗 这个人很差的 游女士就说自己本来 跟王浩宇都挺好的 双方私底下 也有通过 这些软体 社交媒体 是有沟通的 政治倾向上 他承认自己是支持国民党 不支持六党 当然 后来 这些人 嘴硬不了了之 另外 他的封工伪迹 也有很多 造假 文书 这些 糊涂 不怪 不怪他 他挺小英 会不会就是这个原因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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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